大家好,我是威亚,点赞本视频,出门就中五百万,现在故事开始。 我妈打算全款给我买一套房子,真是让我感到意外。 我嫂子对此非常不满,直言女孩子都该嫁人了,买房子有什么用呢? 她甚至威胁我妈,如果真给我买房子,就会让我们老和家绝后。 可是,老和家的子孙跟我们母女俩有什么关系呢? 我妈其实是我哥的后妈,根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那我妈的房子,跟妻子的妻子又有什么干系呢? 我考上了清华,心里无比欣喜,我妈特别高兴。 在饭桌上说,要在三环内奖励我一套大平层,谢谢妈咪,真是太好了。 我抱着妈妈的脖子亲了一口,我嫂子瞬间脸色阴沉,狠狠摔掉筷子,显得非常不开心,我不同意。 她突然冒出这样一句,让我们都愣住了。 我妈给我买房,她凭什么有资格反对呢? 这到底是谁给她的脸呢? 大嫂,你这是怎么了? 谁招惹你了? 虽然我对她这样说有些不满,但还是给了她点面子。 毕竟之前我们关系一直不错,我有好用的护肤品也会分享给她。 她父母寄来的特产我也会留给她,我们俩虽然不能说非常亲密,但一直以来都相处得很和谐。 所以,我实在搞不懂她现在为何会有这样的反应。 她没有理我,转头对我妈认真分析。 妈,何超跟我说过,公司现在效益不太好,您现在给萧萧买房子是不是不太合适? 要是因为这套房子导致公司出问题,那可就得不偿失了吧。 她说得非常真诚,我听了也觉得现在买房可能确实不太合适。 我怎么能因为一套房子,就影响我妈辛辛苦打拼出来的事业呢? 于是我心里想着要不要跟我妈说暂时先别买房。 可我妈却微微一笑,安慰我嫂子,莉莉,这个你不用担心。 这笔钱我早就准备好了,公司不会因此出现问题的。 我太爱我妈了,果然她是真心疼我呀,以为事情到此就结束了,没想到我嫂子却更加生气了。 妈,那三环内的大平层好歹也得几千万呢,有这钱干点什么不好。 偏偏用来给女儿买房,她说话变得毫不客气,似乎那钱是从她手里拿走的一样,我有些懵了。 您说说您,爸和何超赚钱不容易,您待在家里,不需要做家务。 您跟萧萧隔三差五去美容院,买个大牌包我也不说什么。 可是,您能不能为爸和何超考虑一下,干嘛要偷偷存私房钱? 还全用来给丫头买房子,这时候我才反应过来。 原来她是在阴养我妈呢,她这是把我妈当成我爸养着的米虫了。 还说什么,她就不说啥了,这是什么意思? 她有什么资格说这些,她现在吃的喝的用的哪一样,不是我妈给的钱。 整个公司都是我妈的,我爸和我哥不过是打工的罢了。 我妈确实平时不去公司,那是因为我哥和我爸在管着就够了。 不都是这样吗?小弟负责干活,大哥负责享乐。 但有些大事,我爸和我弟可决定不了,必须得我妈签字才行。 怎么到他这里,就变成我妈让我爸和我哥养着了。 其妈都被他这样欺负了。 我这个女儿要是当缩头乌龟,那真是太丢人了。 我心里怒火中烧,二话没说,给了张力一巴掌。 她的左脸颊立刻出现一个红红的巴掌印,谁教你这样跟长辈说话的?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妈,她的眼眶一下子红了,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你打我,我肚子里可是怀着你们老和家的孩子呢。 你竟敢打我,她歇斯底里地叫了起来。 孩子还没出生,她怎么就知道是个儿子呢? 因为她找人算过了,其实这并不是她的第二胎,而是第三胎。 她生了大女儿后,就一直心神不宁,担心自己没生儿子会对我爸妈看不起。 但在我看来,这完全是多虑,在我们家根本没有重男轻女的观念。 大家都对我小侄女十分宠爱,把她视为掌上明珠。 但她不相信,总觉得没有儿子,自己地位不稳。 所以,生孩子没几个月,就准备再要一个。 二胎四五个月的时候,她偷偷去黑诊所查性别,发现是女儿。 竟然偷偷去打掉了,谁也没拦住。 我妈至今一想起第二个孙女,都感到很难过。 陪我小侄女玩的时候,总是能想起那未能出生的小小侄女。 想着,如果她顺利出生,想必也会像我小侄女一样可爱。 后来,我嫂子又怀了现在这个孩子,怀孕四个月的时候,她去查查。 终于是个儿子了,她松了一口气,我们全家也都松了一口气。 我本以为她现在终于可以安分了,没想到我错了。 自从知道怀的是个儿子后,她就开始趾高气养起来。 以前在我们家做任何事都小心翼翼,生怕被赶出去似的。 而自从知道怀了儿子后,她似乎觉得自己成了家里的老大。 各种吩咐我帮她做这个做那个,考虑到她怀孕了,激素水平变化。 我也是能忍则忍,但今天我实在忍不了了。 她竟然说我妈,我再忍下去就成了缩头乌龟。 气急之下没忍住就打了她。 当然,冷静下来后,我觉得自己可能有些冲动。 尤其是看到张力哭得那么惨,我心里也有些愧疚。 我无措地看向我妈,母女心有灵犀,我妈微微朝我点头。 我就知道她并没有怪我,但考虑到我嫂子正在怀孕。 安抚她的情绪显得格外重要,我妈假装批评了我一番。 随后便开始安慰我嫂子。 好了,莉莉,我刚才已经批评过萧萧了。 她年纪小不懂事,别跟她计较。 你刚才说的话,我就当没听见。 没事的,我嫂子显得更加不满,满脸不可置信。 她年纪小不懂事,她不懂事,您就懂吗? 我肚子里的儿子还没出生呢? 您就把属于她的财产给你女儿,这也太过分了。 而且,您说就当没听到是什么意思,我白说了,拳头紧握。 最搞笑的是她最后那句话,我妈的意思明显是说可以宽容她之前的失礼。 就当没事发生过,她还不乐意了,难道连好话都听不懂吗? 我站在我妈和张力之间,实在不想让我妈继续听嫂子的话。 真让人反胃。 嫂子,我最后再叫你一声嫂子。 告诉你,我妈的财产爱给谁就给谁,她已经对你老公仁至义尽了。 没理由再帮你养儿子,自己生的孩子自己养,没本事就别生。 就这些,你自己看着办吧,一口气说完,我顿时觉得心情舒畅。 然后我拉着我妈一起出去逛街,跟这样的人多说废话,真是自找麻烦。 何况,她还怀着孕,气坏了可不妙,不如开心地陪我妈出去玩。 等我哥把这事处理好再回来,我们先去美容院做了个脸。 然后买了一些首饰,享受了一顿下午茶,美滋滋。 路过一个小广场时,我们看到这里人山人海特别热闹。 妹子们围成一圈,中间的舞台上有几个帅哥在跳舞。 那腹肌,那身材,真是摔爆了,我和妈妈默契地停下脚步。 哇,我咽了咽口水,目不转睛地欣赏着舞台上的帅哥。 我妈嫌弃地看了我一眼,别忘了擦擦口水,她默默地递给我一张纸巾。 我?我也想见世面啊,可是姐姐,我才刚高中毕业啊,一个月前还在拼命刷题。 不过,想想我寒窗苦读十年。 看到这个,也算是我的福气,舞台上最帅,最结实的那位朝我们这边抛了个媚眼。 我的活都被她勾走了,妈妈,她看我了。 胡说,她明明是在看我,我妈朝那个帅哥施了个微笑,优雅高贵,却不是风度。 我好像看到舞台上那个帅哥的眼睛亮了一下。 演出结束时,那个帅哥走到了我面前,我以为我的爱情要来了。 没想到,她连我一眼都没看,直接从我身边跨了过去。 姐姐,可以给我你的微信吗?她看向我妈,眼中闪烁着光芒。 我妈优雅地拒绝了她,不好意思帅哥,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好家伙,男朋友,姐姐,你女儿都这么大了好不好? 不过,我妈确实看起来很年轻,虽然已经四十岁,但根本看不出三十的样子。 而且身材好,长得又漂亮,简直像一只白天鹅。 站在她身边,我确实感到自愧不如,要是我能遗传她一半的美貌就好了。 可惜了,我随爹,帅哥失望地离开了。 我妈的手肘撑在我的肩膀上,她比我高半个头,这样站着很省力。 她喜欢这种姿势,有点我妈撇了撇嘴,眼狗。 我明白,我妈觉得我肤浅,盲字正清白。 喜欢看归喜欢看,但我找男朋友,可不会只看脸。 肯定会找个成绩比我更好的,我妈这才略微满意地点了点头。 那还行,嗡嗡嗡,这时候我才发现,我的手机已经震动了一段时间。 只是刚刚演出的音乐太大,我没听到,是我哥打来的。 她的语气听起来很急,萧萧,你和妈在哪儿? 你们快回来,莉莉在家闹着,要把孩子打掉。 啊,为什么呀,我有些不解,难道就是因为一个房子? 唉,她说,如果妈给你买房,那她自己儿子生下来也受委屈。 还不如不生,你没劝她,我劝过她,但她不听。 非要闹着让你俩回来才行,那你劝了都不听。 我跟妈说,不是更没用,她是你老婆,又不是我和妈妈的老婆, 她不听你的,难道会听我们的? 我有些烦躁,本以为,我哥打来电话是要告诉我们事情已经解决了。 没想到是让我们回去继续看她老婆的脸色,哄她。 我们又不欠她的,凭什么哄她,她又不是怀了我的孩子。 难道她怀孕了,我们一家都得像奴才一样伺候她吗? 我不想回去,大不了我和妈先去别的房子住。 反正我家房子多,没什么别的事我就先挂了。 但我正要挂电话的时候,我妈把电话接了过去。 小超啊,我是妈妈,你别担心。 我跟萧萧这就回家,你先哄着莉莉。 一会儿我们一起劝劝她,没说几句,便挂了电话。 妈,不是,你还真要在热脸贴冷屁股啊。 我嫂子是什么人,您都看清楚了,何必再收纳窝囊气。 我妈却用手指点了一下我的头,叹了口气。 你呀,想得太简单,你嫂子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都知道。 但你哥到底怎么想的,我们也得明白不是,我揉了揉吃痛的脑袋。 觉得我妈这话有点不可思议,我哥,我哥,还能有什么坏心眼。 哥对我们一直挺好的吗? 是啊,在我印象中,我哥一直是个宠类狂魔。 遇到好吃的好玩的他,都会给我买,从来没跟我发过脾气。 对,我一直都是温柔的,他能有什么坏心眼呢? 我妈白了我一眼,你还真是个傻白甜。 我的傻闺女,一点小恩小惠就能收买你。 看人是不是针对你好,要在大事上看,那种真的触动她利益的大事。 比如一套房子,你懂吗?我若有所思。 我妈看我似懂非懂的样子,无奈地笑了笑。 我思考了一会儿,抬起头,妈,那你信任我哥吗? 我妈长叹了一口气,我真心希望能信任她。 毕竟从她六岁起,我就一直照顾着她,我以为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亲如母子了。 可是今天,她却让我感到有些困惑了。 可是,今天不是我嫂子让我们回去的吗? 我妈看着我的眼神,就像在看傻子一样,那种表情仿佛在质疑,我怎么会生出这么一个愚蠢的女儿来。 你嫂子好不容易怀上我儿子,她怎么可能狠心去打掉呢? 你哥又怎么可能不明白这个道理? 他们急着让我们回去,估计就是担心我再晚一点就买了房子给你。 我突然明白了,原来我哥这么急着让我们回去是因为这个原因。 心中涌起一股叛逆的冲动,既然他们不想让我买房,那我就不让他们如愿以偿。 那,妈,我们现在就去买房吧,等过了户,看他们怎么办。 我们不急于一时,反正也不怕他们,我倒想看看他们接下来会怎么出牌。 而且,那套房子,房主急着卖,价格还能再降,我妈嘴角微微上扬,透出一丝不屑。 似乎一切都在她的掌控之中,不得不说,我妈在商场上打拼多年,身上确实有种气场。 可惜的是,我嫂子看人的眼光实在太差,居然把这么个商场上的女强人看成了依附于男人的花瓶。 嘖嘖嘖,得罪这样的人,她的命运可就堪忧了。 我们回到家后,我嫂子的哭声立刻响起,你们都别拦我,既然都在欺负我肚子里的孩子。 那我现在就去把她打掉,她一边哭,一边做事要出去。 我哥和保姆拦着她,我爸则在一旁耐心劝说,莉莉啊,你别这样,你看你妈和萧萧不都回来了,他们不买了,你别气坏了自己。 是啊,莉莉,我妈都回来了,不打算给我妹妹买房了,你别闹了。 张力这才似乎平静了一些,也不哭了,靠在沙发上抽气着,就像受了多大的委屈似的。 我有点不明白,这是在演戏嘛,如果说没有提前计划好的,我是绝对不信的。 他们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着,这一唱一鹤间,我的房子没了。 我价值几千万的大平层没了,咋就不给我买了,这是没出钱的人能决定的。 我和我妈对视了一眼,我妈比我聪明,自然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门道。 他们三人的拙劣演技,根本骗不了她这个商界大佬,不买了,谁说不买了。 我出钱给我亲生女儿买房难道不是天经地义,你一个外人有什么资格指手画脚。 我妈这次丝毫没有留情,我知道原因,她之前给张力留了面子,是因为我哥和我爸。 但今天既然看出了他们的态度,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对面的三人都愣住了,似乎怎么也没想到,我妈会直接这么说,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我嫂子又开始哭,外人,谁才是外人?你和你女儿才是外姓人,我肚子里怀的可是老河家的子孙,那我就是这个家的大功臣。 你不过是生了一个赔钱货,连个儿子都没有,还想用老河家的钱给你这个赔钱货买房。 你有什么资格,这说的是什么蠢话?外姓人,我和我妈是姓罗,我哥和我爸姓和。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爸是入赘的,所以说,这个家不姓和,姓罗。 我妈才是这个家真正的主人,居然说我妈是外人,这真是太可笑了。 还有,赔钱货,都这个时代了,还有人用这个词形女性嘛,那她也是女性。 她也觉得自己是赔钱货咯,我气得笑了,你自己当赔钱货吧,反正我不是。 你骂谁赔钱货呢?她不由分说,就冲上来要打我,原来我用她说我的话反击她,她就会生气嘛。 她上来就要抓我头发,我有些吃痛,轻推了她一下,我确定,我这样的力气不可能把她推倒。 对方是一个孕妇,我有分寸,但她却夸张地向后扬倒下去,我哥忙抱住了她。 肖肖你干嘛?然后我哥用力推开了我,我重重地摔了一个屁股蹲。 我结结实实地摔到了家里的大理石地板上,煞时间,我感觉自己的尾骨好像断了一样。 一阵剧痛袭来,眼泪都流了出来,但身体上的痛还不是最严重的。 我哥完全无视了我,只关心他的丽丽有没有事,肚子有没有不舒服。 看着我哥无情的样子,我的心比屁股更痛,我实在没想到,有一天,我会被我最亲爱的哥哥推到地上。 看着眼前这个人,我突然觉得好陌生好陌生,我再也无法把他现在的样子和小时候给我买零食的样子重叠起来了。 他变了,张立则在我哥不注意的时候,对我露出了一抹嘲讽的微笑,仿佛在说,小样,傻了吧,你根本斗不过我的。 我妈急急跑了过来,一巴掌打在我哥的脸上,何超,你真的让我非常失望。 然后,我妈蹲下来检查我的伤势,眼里满是心疼,我挖了一声哭了出来,妈,我好痛,我讨厌我哥,他推我,我哥这时候才慌了,忙跟我道歉,说他不是故意的。 一边说着,一边也蹲了下来,眼里满是自责,萧萧,疼吗,要不哥,现在送你去医院。 我不理他,哎呦,我肚子好疼,我嫂子这时候捂住肚子,慢慢倒在了地上,似乎是动了胎气。 我怀疑他是在演戏,不然怎么我刚受伤他就肚子疼了,但他演得确实太真了。 表情似乎真的在承受巨大的痛苦,我真想给他搬到奥斯卡最佳白莲花奖。 我哥一看到张力这个样子,自然顾不上我,急忙关心他去了。 怎么了,莉莉,抄,我肚子好疼,我和爸现在就送你去医院。 我哥吓坏了,立马跟我爸一起抱着莉莉出了门,一个拿起车钥匙,准备开车。 毫不默契,爸,我还疼着呢,我是你女儿,还是张力是你的女儿? 我爸愧疚地看了我一眼,肖肖乖哈,一会儿让你妈送你去医院,但莉莉的肚子可耽误不得。 你体谅一下爸爸哈,然后他就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是我亲爹嘛,怎么感觉在他眼里,而媳妇比女儿还重要,我更委屈了。 感觉我哥哥和爸爸都被张力夺走了,他们都抛弃我了。 我妈似乎明白了我的心事,抱住了我,乖乖,妈妈在,你还有妈妈? 不哭不哭,我只剩下我妈了,我妈找了我家私人医院的医生,不久他们就赶来了。 医生给我仔细做了一番检查,罗小姐这是尾椎骨骨折了,但还好不算很严重。 配合吃药的话,卧床静养半个月就好了,骨折,妈,我哥把我打骨折了。 我委屈巴巴,假装没听到后面医生说不严重的那几句话,他凉了。 我妈淡淡开口,语气里听不出是喜事杯,但我知道,如果我妈真的骂他一顿,那他还算有点机会。 但以我妈这个态度来看,他是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我妈对何超市彻底失望了,一直以来,我妈对我哥和我都一视同仁。 完全没有因为他不是我妈亲生的而苛待他,心疼他从小就没有妈妈,所以对他格外关爱。 对,他跟我这个亲生女儿一样好,从小到大,他都上的最好的学校。 他想学啥,我妈都会尽力给他找最好的老师,还花大价钱让他出国留学。 他结婚的时候也是给他买了一套房子的,跟我妈现在打算给我买的那套在同一个小区。 面积也大差不差,他留学回来,直接让他进了自家的公司,当了一个中层的小领导。 事业顺风顺水,本来我妈还打算今年年底给他一点公司股份来着。 因为他一直说自己工作多么多么认真辛苦,我妈就打算奖励奖励他。 但,任谁都不希望培养出一个白眼狼出来吧。 我妈对他和对我一样已经是人至一尽了,可他跟他老婆居然还想把我的那份一并夺走。 那还分啥股份啊,分他个铺盖让他走人算了。 过了大概两个小时吧,他们才回来,果然张力屁事没有。 挺着个大肚子慢悠悠地走了回来,我哥扶着他,我爸拿着一袋补药,有说有笑的。 温馨和睦,仿佛张力怀的是他们俩共同的孩子。 我妈脸色铁青,感受到了我妈身上强烈的气压。 我爸这时候才反应了过来,有点紧张地问他,萧萧伤怎么样了。 没什么大碍吧,要不我现在送他去看病,我妈白了他一眼。 等你回来,黄花菜都凉了,我爸善笑,那看来应该没啥大事。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是啊,没什么大事,鼓个折而已。 我很不满,我哥的脸色很是惭愧。 萧萧,你鼓折了。 是,拜你所赐,我哥挠了挠头,对不起啊,萧萧。 不过你体谅哥一下,也是你先推力力的不是,他怀着孕呢。 我不能不护着他,本来如果他好好哄哄我,我可能就不那么生气了。 可他这是哄吗?这分明是在责怪我。 丝毫不提最初是张力冲上来打我的事。 而且我也根本没有推他,我对我哥很失望,够了,何超。 你妹妹被你推得骨折了,你现在还要怪他吗? 我妈少见得对何超动怒了。 我爸则做起了何氏佬,清月,你别这样,超儿他也不是故意的。 萧萧这不是没大碍吗? 他一边说,一边要搂我妈胳膊,但被我妈不留痕迹地躲开了。 奇怪,我怎么觉得我爸现在这么油腻呢? 感觉他一点都配不上我妈了。 何药祖,什么叫没大碍? 骨折还没大碍?你搞清楚。 现在是你的儿子推伤了我女儿,你说这个事应该怎么解决? 我妈维护我的样子,真是帅惨了。 我为我妈疯狂打扣。 当然,我也在一边做好充分的准备,万一我妈落了下风,我就要像一条中犬一样护着她。 不能让我妈受欺负。 解决,婆婆您想怎么解决呢? 你女儿推我,吓到了我肚子里的男胎,我老公为了保护我才动的手,有什么问题吗? 张力悠悠地开口了,我哥低声劝他别再说了,但张力哪里会听。 继续输出,要不是医生说孩子没什么大碍,我是不会放过你女儿的。 你管好你女儿,不然我儿子有了问题,你把你女儿卖了,我都不解恨。 我寻思,我们家也没有什么皇位要继承啊,他这怀了男胎,又不是怀了隆重。 至于得意至此,单看我哥和我爸默认的态度我便明白了。 怪不得张力那么想要儿子,原来不只是他想要,我哥和我爸也想要儿子。 在他们眼里,只有我哥和我哥的儿子才有资格得到家产,我哥就活该有两套甚至三四套房子。 而我一套都不配拥有,即使我比我哥成绩优秀,即使我才是我妈的亲生女儿,即使钱都是我妈出的。 张力看我们都不说话了,以为自己的洗脑起作用了,话音越来越有底气。 还有,这从古至今都没听说过给女儿买房的,给女儿买了房累嫁人了,不就成了男方家的了,这家产都应该是儿子的,哪有给女儿的道理。 我觉得张力既可怜又可恨,你妈不给你买房,不代表我妈也不给我买。 张力似乎被我的这句话刺痛到了,身子不自觉地抖了一下,她是从小在重男轻女的家庭中长大的。 从小被灌输要抚养弟弟的思想,所以她结婚前的所有存款都贴不给了娘家,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对。 她跟我哥结婚的时候,她父母见我们家有钱,还狮子大开口要了一百万彩礼,当然,一分钱赔嫁都没有。 并且彩礼钱不带回,说要留给儿子买房子,我妈见对方家长这个态度,本想一走了之的。 但无奈我哥闹着非张力不娶,没办法,我妈只好妥协对方的所有条件。 风风光光地把张力娶回了家,张力之前并没有觉得贴不弟弟有什么不对,她一度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这也正常,因为她家乡基本都是这个思想,但自从她嫁过来之后,看到我妈对我这么好的时候,她心里才有了落差感,真羡慕你。 这是她跟我说过的最多的一句话,真羡慕你,能用这么好的护肤品。 然后我便会把没拆封的大牌护肤品都塞给她,让她随便用,真羡慕你。 天天能吃这么高品质的燕窝。 我便跟家里的阿姨说,以后每天也给她订一份,我妈一直跟我说,张力她原生家庭对她不好,让我力所能及地多照顾她,毕竟她是远嫁,我们需要让她感受到归属感,让她不觉得自己是个外人。 我做到了,没想到,现在她不觉得自己是个外人了,我跟我妈倒成了外人。 张力却很快又镇定下来,冷笑了一声,你妈想给你买有什么用,这个家你妈又说了不算。 爸说了才算,哦,是吗? 何药祖,你说了算,我妈转头问我爸,清冷的眸中散发着肃杀之意。 我爸不自然地看了看天,好吧,没有天,他看着我们家的水晶灯,语气极为不自然。 不不不,不是,咱家咱俩说了都算,眼看他们那方落了下风,张力不满了,抱着我哥的胳膊撒起了胶。 老公,你说句话呀,于是我哥像个男人一样站了出来,妈,你就听莉莉的吧。 这房子,先别给肖肖买了,或者要买也行,写我的名字,由我这个哥哥给他把关,一定不让他以后的男朋友骗走。 我哥这套说辞,仿佛不知道他们刚刚排练了多少遍了。 说的时候十分顺流,估计他们三个之前商量了很久才讨论出来这个结果,所以他一脸自信。 很笃定地认为,这是个最完美的解决方案,既拿到了这钱,又让我有了住的地方,还在道义上说得过去。 真真是一首好算盘,我真的想不到,我最亲爱的哥哥和爸爸居然能这么算计我和我妈的财产。 我妈用一脸看智障的眼神看着他,带着丝丝冷意,她笑了,问我爸,你也是这么想的。 屋里一阵沉默,答案不言而喻,既然如此,何药祖,我们离婚吧。 肖肖跟我,离婚协议书,我稍后请律师带给你,我妈这话一出,在场的人都惊了。 老婆,你再说什么傻话,我们怎么能因为这点小事就离婚呢? 是啊,妈,不就是一套房子吗? 你要分享给肖肖,那也随您还不行吗? 我哥也在一旁帮腔,不过他的语气实在算不上诚恳。 张力拽了拽他的袖子,他舍不得那套房子,哥,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你这意思,就像我妈的钱都是你们父子俩的一样,你别忘了,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是我妈打拼出来的。 我妈给我买房天经地义,还用得着看你一个妓子的眼色吗? 既然她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那我也没必要再给他们留什么情面了,肖肖,什么妓子妓子的,说话多难听。 我们是一家人,我爸一本正经地批评了我,何药祖,到现在你还敢凶肖肖? 我告诉你,之前我们是一家人,从今往后不是了,你和你儿子儿媳才是一家人。 我和肖肖是一家,你们一家人,现在,立刻,马上,离开我的家。 我妈似是气坏了,脸色铁青,家里的房子写的是我妈的名字,是我妈婚前买的。 属于我妈的个人财产,罗清月,你来真的,我爸有些酝怒,不然呢? 行,你别后悔,说完,我爸扬长而去,我哥和张力也马上跟了出去。 等他们都走了之后,屋内终于安静了下来,桌子上的全家福不知道什么时候掉到了地上。 摔得四分五裂,我不禁觉得有些悲哀,原来为了利益,就算是至亲也会兵荣相向。 其实,我哥和我嫂子跟我抢财产也算正常,毕竟这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 但我爸在这儿瞎掺和什么呢?我是他的亲生女儿啊,难道就因为我是个女儿? 而我哥是个儿子,所以一定要吸女儿的血来给儿子铺路吗?我觉得很不能理解。 这时候,我妈扑到了我的怀里大哭起来,呜呜呜,萧萧,妈妈失恋了。 我没想到你爸居然是这样的渣男,我忙抱着我妈安慰,不就是个男人吗? 白白就白白,下一个更乖,看着我妈哭得梨花带雨的面容, 我想了想,又认真地补充道,妈,我其实一直觉得我爸配不上你, 你也觉得我闺蜜也都这么说。 嗯,也就那天我们见到的小狼狗还勉强跟你算是般配, 妈,你这么有钱又好看。 为啥看上我爸呢?你图啥? 我觉得我爸的五官虽然还算是端正, 但跟我妈这个大美女完全没有可比性啊。 哎,说来话长,你姥姥一直教育我,找对象一定不要找太帅的, 要找老实的,你爸就是最合适的人选。 就这,是啊,后来我才知道,把老实作为一个人的优点, 是因为她再也找不到别的优点了, 你没本事,二长得不帅,三还离婚带一个孩子。 但当时被你姥姥催婚催怕了,这才结了婚, 我妈怅然若失,穿过她的眼眸我, 似乎看到了当初青春靓丽的她。 妈,那你后悔嫁给她吗? 我妈看着我抹了抹眼泪,我以为她会说因为我而不后悔。 正准备酝酿一下情绪哭一波, 没想到,我妈,后悔,要是找个帅点的, 你也不至于长这样。 我,对,你还不如不说,我在床上躺了半个多月, 期间,我爸和我哥来看过我, 不过我没见他们,我对他们很失望, 我妈变得很忙很忙,经常很晚才回家, 我爸和我哥罢工了。 公司里他们之前负责的部分是请给我妈亲自去处理, 我知道他们的意思。 他们是想用这种方式让我妈妥协, 等我妈意识到自己能力不足, 公司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 让我妈去求他们回公司帮忙, 到时候,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 什么财产,房子。 这些不动产,在公司产业面前不值一提, 可是他们实在太小看我妈了, 当然,也太高看自己了。 他们一走了之之后, 公司只是一时缺了人手而已, 但并不会一直这样。 他们二人做的工作也不是非他们不可, 我妈经过了短暂的忙碌之后, 很快就又把公司经营得井井有条了。 我爸和我哥的工作, 也找了更优秀的人来替代, 眼看着计划落空, 我爸他们慌了。 我的伤慢慢好了, 到现在已经可以随意走动了, 只是不能剧烈运动, 我闲着也是无聊。 闲着没事会做菜打发时间, 惊意外的还挺好吃, 这天, 我做了一道十分成功的糖醋鱼。 色香味俱全, 我觉得如果就我自己吃, 实在太浪费了, 心血来潮, 决定给我妈送过去。 但当我来到我妈办公室门前时, 却听到了里面的吵闹声, 隐约能听到一些公司离婚之类的字眼。 里面有我妈, 我哥, 和我爸的声音, 我忙退开门冲了进去, 正见到我爸面色赤红的跟我妈理论。 离婚协议书我看了, 凭什么公司和财产都归你, 我不同意, 我妈的脸色冷得似乎能结成冰。 凭什么? 凭这些都是我的婚前财产, 你儿子的婚房我不要回来已经是恩赐了。 你还想想想我的公司不成? 罗清月, 你别忘了, 公司这么多年, 一直是靠我来经营的。 我瞬间明白了一切, 合着这是要财产来了呀, 去家里闹还不成, 非要来公司闹。 这是要让我妈难堪吗? 爸, 你在干嘛? 我冷不丁地一问, 他们这才注意到了我。 我哥皱了皱眉, 萧萧, 大人的事, 你别瞎掺和, 我立马不乐意了, 耿起了脖子。 我妈的事就是我的事。 爸, 妈妈这么多年, 没给你发工资吗? 我爸被我冷不丁地这么一问, 一时没反应过来, 你说什么? 我翻了个白眼, 那既然都给你发工资了, 你还想要啥? 感情你如果去别的地方打工, 打工时间满十几年, 别的老板也要把公司给你不成。 我爸被我问懵了, 我妈听完, 却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暗暗给我竖了一个大拇指。 我哥生气了, 萧萧, 你怎么跟爸说话呢? 爸是长辈, 有些人就是这样。 一说不过别人, 就爱找别的理由来压人一头, 长辈怎么了? 感情长辈就不能说了。 那走出社会了怎么办? 又不是是个人都是你的孩子, 我爸气得说不出话来。 来了这么一出, 我妈的心情比刚刚好了许多, 她跟我爸下了最后通牒。 何耀祖, 你如果确实不同意 我定的财产分配方式, 那我们可以走诉讼。 不过, 那样的话, 有些人的事情可就藏不住了, 你考虑清楚。 不知为何, 我看到我爸的脸上浮现了一抹金句之色, 很明显, 我妈的那番话吓到了他。 你, 你都知道了, 我妈回了他一个冰冷的眼神, 我爸打了个寒颤, 离婚协议我这两天签好, 周末我们就去离婚, 说完, 我爸便拉着我哥, 着急忙慌的就要走。 我哥满脸问号, 爸, 咱这就走了, 走, 我爸很是急切。 我爸一走, 我就好奇心爆棚地问我妈, 妈, 你说的藏不住的是, 情是什么事啊? 我想象不到, 到底是什么事情能让我爸这么害怕, 转移公款, 两千万。 我被这个数字惊到了, 我爸, 还真是大胆啊, 这么多钱, 够他做了二十年老的。 也不知道他哪里来的这个胆子, 我妈看穿了我的心思, 她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 但以现在的技术, 查出来他做的这些事简直不要太简单, 我爸糊涂。 我有些颓丧, 想着我怎么有这么一个贪心的爸爸, 妈, 那你为什么不报警? 我爸这么糟蹋你的公司, 你不恨吗? 我妈是可以报警的。 那样, 他不仅可以追回所有的脏款, 还能出口恶气, 我妈再次用看傻子一样的眼神看我。 报警, 那你不也完了, 有个坐牢的爹, 你以后的人生怎么办, 我妈揉了揉我的头。 你放心, 那些钱我有别的方法可以追回, 我爸和我哥新成立了一个公司, 做的是和我妈的肖越集团一样的业务, 他们挖走了公司的部分骨干和客户, 连着做了几个大单, 一时间声名雀起, 风头无两, 而肖越集团在对比之下则稍显颓势。 仿佛一个大线将至的狮王, 我爸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还内涵了我妈。 我挺感谢我的前妻的, 若不是她离开了我, 我也没有勇气出来单做。 大概还在肖越集团当一个默默无闻的专时, 这把自己说得多可怜啊。 要不是我亲眼见证了整个过程, 兴许我就信了, 我很是气愤, 妈, 你也开一个新闻发布会, 我给您作证, 我妈笑了笑, 不急, 让子弹飞一会儿。 看我妈这么自信, 丝毫没有因为我爸而影响心情, 我这才放下心来。 我爸的道横确实浅了点, 他确实已经很谨慎了, 挑的客户都是自己从前一手对接的那几位大客户。 他本以为自己跟他们已经够熟悉了, 毕竟曾经一起吃饭喝酒, 聊起天来, 就跟多年的老友那样随意。 他本以为他们已经是真正的朋友了, 但是资本的世界哪里有真正的朋友? 他们之前一起玩都是带有目的的, 都是为了合作, 说来说去无非为了一个前字。 当虚假的友情遇到货真价实的利益, 友情会一文不值。 那几位客户跟我爸签的合同是做过手脚的, 而我爸为了跟别人表示信任, 拉近关系, 连看都没看就签了。 朋友吗? 不就是这样吗? 但是那几位客户跟我妈也签合同了。 这次的合同是真的, 我妈跟我爸结婚这么多年, 并没有把自己所有的底牌都晾给他, 留了一手。 比如, 集团合作的那个加工产品的代工厂, 其实是我妈的, 我爸不知情。 所以, 当我爸以为接到了大单子, 风风火火地让代工厂给他做产品的时候, 我妈把一切都看在了眼里。 鱼上钩了, 我爸几乎把所有现金流都投入在了这次合作中, 这可是前所未有的大单子。 他打算靠这次合作让他的公司一跃成名, 可是正当项目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资金不足。 我爸打算去收回部分货款, 但客户却挑起了毛病, 我说何老板, 你是不是搞错了? 你这型号跟我们要求的不一致啊, 这我们收不了, 我爸猛了, 顿时遍体声寒。 不可能, 我这完全是按照我们的约定来的, 怎么会不一致呢? 客户笑了笑, 把合同拿给了他看。 果然, 型号不对, 这就相当于他前期所有的投入都打了水漂。 不仅如此, 还道欠了加工厂很多钱, 这样一来, 他相当于破产了。 我爸在客户的公司闹了一通, 据说后来是被保安架着出去的, 后来, 我爸的公司宣布破产, 我爸爸能卖的全都卖了, 包括我妈之前给我哥买的那套大平层, 我爸被冻结了所有资产, 现在他们三人挤在一个出租屋里, 什么都没有了, 而我妈却赚了个盆满钵满。 我爸的那一批货物, 抵了一小部分货款, 我妈把那些货加工完之后, 打包又卖给了那几位客户。 双赢, 那些客户这么做也是有原因的, 比起一个出出茅庐的小公司, 棒上肖越集团这个巨头显然更有吸引力。 当我妈在办庆功宴的时候, 我爸的公司在被破产清算, 没多久, 我就开学了。 在学校食堂里, 我看到了张力, 她没有认出我, 她再也不是那个在我面前遗旨气使的皇后了。 变得很是憔悴, 她搭着肚子, 给我们这些学生咬菜, 一勺一勺的, 看起来十分辛苦。 我心里难免地生出了一丝恻隐之心, 但是当她把勺子里的最后一块肉抖下来, 然后把菜放我碗里之后, 我那最后一毫的怜悯也就烟消云散了, 我黑着脸默默走掉了, 暗暗发誓, 以后再也不来她的窗口买菜了。 我坐在离她的窗口没多远的地方吃饭, 听到了她跟食堂里别的大妈说话的声音。 有个大妈说自己女儿就要结婚了, 问她们觉得给女儿多少嫁妆合适, 别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发表看法。 有的说一辆车, 有的说最好一套房, 有的说至少给个首付, 但张力就清新脱俗了。 依我说, 啥都不该给, 彩礼都不用给她, 车房让女婿买不就行了。 彩礼留着给儿子娶媳妇, 多好, 一阵沉默, 看别人的嫌弃和无语的表情, 我在心里笑出了声。 估计张力接下来的日子不会太好过。 嗨, 好巧, 你也是这个学校的学生。 我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然后看了过去, 声音来源是一个长得很帅的帅哥。 他边说边端着餐盘坐在了我面前,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我认识过这么帅的男生吗? 认识一下, 我叫谢如风, 我一脸迷茫, 你忘了, 那天我下了舞台之后, 还跟你闺蜜要微信来着。 帅哥对我眨眨眼, 哦, 是你呀, 不好意思, 你穿上衣服我还真没认出来。 我刚说完, 旁边的人都回头看我, 我这才意识到说错话了, 红了脸, 他也脸红了。 那次, 是我旁边的那个哥们儿让我上去要的微信, 他喜欢你闺蜜, 不好意思。 而且, 是他非拉我去跳这种舞的, 平时我跳舞都是穿着衣服跳, 不吃, 我一时憋不住笑了。 你笑起来真好看, 他看着我, 很是真诚, 夏日的清风从操场吹到了食堂, 也吹进了我的心里。 今日的阳光真好, 风也温柔, 翻外, 我和谢如风在一起了。 那天拜托他跟我妈要微信的男孩是他室友, 叫顾云烨, 他终于还是加上我妈的微信, 听我妈说, 那个傻小子在追他。 追我妈的方式也很单纯, 送花, 送礼物, 点外卖, 我妈觉得他年纪太小了, 可能只是一时兴起, 于是一直拒绝, 毕竟年轻人的喜欢, 总是热烈而短暂。 但, 到今天为止, 顾云烨已经坚持了快三个月了, 我妈偷偷跟我说, 如果他能再坚持三个月, 就考虑跟他试一试, 我爸跟我哥因为得罪了肖岳集团, 几乎被封杀了。 在本市完全找不到之前对口的工作, 可张力就快升了, 他没钱怎么行? 无奈, 我哥送起了外卖, 我爸做了安装师傅, 都是需要出卖苦力的活计。 其实如果我哥留学那几年好好学英语的话, 现在最不济也能做个英语辅导老师。 但是, 他读的是水硕, 留学一年也就混日子去了, 英语都说不顺流。 要不是去的自家公司, 他毕业的时候可能工作都找不到, 所以他沦落到现在的境地, 也理所应当。 我爸跟我妈在一起之前, 就是一个工厂工人, 现在也不过就是干起了老本祥而已。 换句话说, 如果没有我妈, 她应该会一直干这个, 哪来的机会去管理那么大一家公司。 但, 他们毕竟经历过豪舍的日子, 那些年的玉石蒸修, 别墅豪车, 如今都成了一根根锋利的尖刺。 时时在他们的心头上狠狠刺一下, 他们经常抱怨, 在朋友圈发一些或悲伤或愤怒的文案。 虎落平阳被犬欺, 今天送外卖送晚了几分钟, 那个臭娘们投诉了, 气死我了。 唉, 今天累了一天, 在18楼的窗外装空调, 真够吓人的, 真是可怜呀。 不过, 他们活该, 他们确实活该, 心思都在张力肚子里那个男孩的身上, 似乎完全忘记了我小侄女的存在。 有一天, 我跟谢如风一起去步行街玩的路上, 路过了我小侄女的小学, 他们刚好放学。 他才小学一年级, 别的同学都有父母来接, 他一个人孤零零地往家走。 月月, 我叫住了他, 月月听到我的声音惊讶了一下, 然后便开心起来。 小姑, 她开心地向我跑来, 抱住了我, 你怎么一个人? 你爸爸妈妈和爷爷呢? 他们让我学会自己回家, 他们说我已经是大孩子了。 不能让大人为我操心, 妈妈说弟弟快出生了, 让我以后好好照顾弟弟。 等弟弟长大, 我要给他买房子呢? 月月很是自豪地说, 似乎他已经是个听话的小大人了。 听吧, 我怒从心起, 张力他自己吃了恶果, 难道还要让自己的女儿变得跟他一样吗? 我一本正经地告诉月月, 月月, 你不要听他们的, 你自己最重要。 照顾弟弟是爸爸妈妈的事情, 给弟弟买房, 则是弟弟自己的事情。 你没有责任帮他们管这些事情。 然后, 我和谢如风, 带着月月在步行街逛吃逛喝了许久。 不知道我哥和我爸是怎么做父亲和爷爷的, 从现在到月月放学那会儿, 已经过去了三个小时了。 月月的小天才电话手表一直没想过, 这是心大, 还是说对月月完全不在意呢? 我不想把月月送去他们那里了, 反正月月在他们那儿待着也过得不好。 于是我把月月送去了我妈妈那里, 月月很是开心, 她说她还以为我们不要她了, 不喜欢她了, 她为此还难过了许久, 事实上, 我妈好几次跟他们说想见月月, 他们不让, 说月月觉得我们是坏人, 因为我们把他们一家都赶走了。 为此, 我妈也听难过的, 这下子, 误会终于解开了, 张力生了。 是个男孩不假, 不过有基因缺陷, 智力不会随着年龄而增长, 并且无法生育。 也就是说, 这个男孩他们要养一辈子, 最让他痛苦的是, 他这次生孩子的时候伤了子宫, 以后再也无法怀孕了, 他们老合家, 最终还是段子绝孙了。 这对他们来说, 无疑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听说, 张力生孩子那日, 我哥和我爸听说张力生了, 还有病, 以后还再也不能怀孕的时候, 都会惊了, 我哥开着他的小电驴, 忘了看路, 闯了红灯, 直接跟一个小汽车撞上了, 颅脑受损, 昏迷了三天, 自己全责。 我爸没做防护措施, 一个猎切, 从三楼摔了下来, 断了一条腿。 这下子, 没有人伺候张力坐月子了, 他也在朋友圈抱怨, 而媳妇果然比女儿重要。 宁愿帮儿媳妇带孩子, 也不愿意给女儿伺候月子, 悲哀, 他说的, 是他自己的妈妈。 我挺不忍心的, 买了些补品去他家看他, 还有一张银行卡, 这也是我妈的授意。 当然, 谢如风陪我一起去的, 他怕我受欺负, 我按了按门铃。 张力捧头垢面, 一手抱孩子, 一手给我开的门, 你怎么来了, 看我笑话。 他的语气很刻薄, 但还是让我们进去了, 他家里, 怎么说呢, 几乎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 昏昏暗暗的, 有窗户的地方, 都被晾上了尿布, 地上的衣服, 奶瓶, 外卖盒等, 满地乱飞。 屋里的味道, 实在谈不上好闻, 张力, 这是补身体的, 还有, 这是十万块钱。 密码是你生日, 你先用着, 不用着急还, 我把补品和银行卡, 放到了他桌子上, 然后便打算离开, 张力叫住了我, 等一下, 你这是? 没什么, 这也是我妈的意思, 我们都是女人, 没必要互相为难, 能互相帮一把就帮一把, 张力迟疑了一下, 你们不怪我了吗? 毕竟, 我拆散了你的家, 有什么好怪来怪去的, 我爸种男轻女, 是他骨子里带的, 没有你, 他就不偏心我哥了吗? 就算换个人, 我们家一样会散。 我定定地看着他, 他脸上的羞愧难以言表, 你最大的错误, 不是闹着要房子这件事, 而是你把你那错误的思想交给了月月, 他还小, 不应该也不你的后尘, 张力哭了, 月月在我妈那边, 你照顾两个孩子也照顾不过来, 今后月月就陪我妈住吧, 你, 好自为之, 说完, 我便离开了这里, 回去的路上, 谢如风一直没有说话, 我觉得他有些反常, 别问他怎么了, 谢如风沉吟了一下, 宝宝, 等我们结婚之后, 不要孩子了吧, 生孩子太辛苦了, 你那么暧昧, 要是变成那样, 我得心疼死, 我心里暖暖的, 又有些休脑, 于是扭头, 故作生气道, 谁说要和你结婚了, 他却很是一本正经, 我是认真的, 我一定, 努力娶你, 宝宝你信我, 谢如风和顾云叶, 都是清华计算机专业高材生, 比我大一级, 他们一起创建了一个游戏, 在后来的三年内, 不断更新完善, 积累了大量的玩家, 期间, 在顾云叶的持续追求下, 他和我妈也在一起了, 谢如风那段时间, 提起顾云叶就有些生气, 我一开始还不太理解, 直到我听到顾云叶让谢如风叫他爹, 呕吼, 原来如此, 他们俩都是恋爱脑, 一开始, 我跟我妈商量, 打算给他们的游戏投资一笔资金, 他们拒绝了, 说他们才不要吃软饭, 他们要自己去找投资方, 要凭自己的实力来养我们, 我和我妈, 既然这游戏前景这么好, 那把钱让我们自家集团赚了不行吗? 干哈非要找什么投资公司, 他们一想, 觉得我们说得对, 于是我家投资了五千万, 他们俩二货, 愣是把所有的股份都给了我们, 并且还把我们投的钱都用在了项目里, 相当于我们家一分钱没花, 买下的这个游戏, 外加两个中心的打工仔, 后来, 这个游戏持续稳步发展, 短短一年, 就把我们投资的钱全赚回本了, 不久后, 我跟我妈同一天结婚, 婚前, 他们俩提出了财产公正, 我和我妈的所有钱和公司, 都是我们的婚前财产, 他们一分不要, 他们说, 哪有男人惦记自己老婆的钱的, 我和我妈妈, 终于都得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听, 感谢大家收听, , 感谢观看